我們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 暫時暫停我們各個頻道 各節的一些新聞報導 我想這個情況可能要等到過完農曆新年 假期回來之後 看一看董事會 或者新的主政的行政人員 或者其他一些狀況的改善 可能我們才會考慮 會不會去恢復新聞的廣播 在這裡也多謝市民 各界對亞洲電視以及亞洲電視新聞的支持 另外關於我們的運作和廣播上 現階段以我所理解 在關於頻道的廣播 或者亞洲電視的廣播上 現階段是能夠維持基本的運作 我們工程部各組的主管 以及工程部負責的同事 無時無刻都在評估實際的情況 會作出一個最適當的安排 現階段以我所知 是我們亞洲電視在維持 那個基本的廣播運作的 我想問新聞部現在剩下多少個員工 還有有多少人堅持 我想具體的情況我不必透露 新聞部內部的情況 其實現在人家製造解散 會不會對員工 他們以後追逃薪金方面會有困難 現階段公司的情況 我想也要等到農曆新年過了之後 看看董事會 或者公司管理層的實際情況再評估 謝謝大家 各位亞視的代表是建記者的 他說亞視新聞部的員工是專業的傳媒工作者 但經評估新聞部的各項客觀因素之下 在別無選擇之下 決定是停止各個頻道的新聞報道 他說最快要等農曆新年之後 才考慮是否恢復新聞報道 我們現場情況先看到這裡 我們再看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 從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南韓總統朴槿惠通過